菜农和空谈家 春天,一个菜农在自家的田里翻掘 他好像希望挖出一件珍宝 这个庄家人热情勤劳 荣光焕发,身体茁壮 光是黄瓜,他就栽种了五十来棋 有一个爱好园艺的邻居 跟他院子挨院子住在一起 他好发议论,人称他自然之友 是个不学无术的空论家 他只是根据书本空谈原意 但是他却一想天开,也想来栽种黄瓜 于是他冷笑着对邻居说 邻居,你真是流了不少汗 可是我要以我的牢记远远的超过你 你的菜园在我的菜园面前 看起来将是一块荒地 说老实话,我真感到奇怪 你那可怜的菜园子 马马虎虎栽种 你怎么还没有破产 我说,你不是什么学问都没有学过吗 我没有功夫 邻居这样回答 勤劳,技术,双手 这就是干这一行的全部学问 上帝让我凭这些获得面包 没教养的家伙 你居然敢反对学问 不,老爷 你不应该歪曲我的话 只要你说的有道理 我随时准备听从你 你看着吧 我们只要等到夏天 可是老爷 不是已经到动手干活的时候吗 我多少已经种下一些东西 可是你连一起菜地 还没有翻绝里 对,我没有翻过 因为我没闲功夫 我还得读书 还得好好地读 弄清楚用木梨翻图好呢 还是用华梨好 反正时间还有的是 你们也许这样 我们剩下的时间已不多 菜能回答完 就拿起他的铁锹 同那个邻居分手 空论家却往家里走 一呼而阅读 抄写些什么 插插书本 一会儿掘地翻图 从早到晚 在田笼上忙个不停 好不容易张罗停荡 一起骑菜地 刚刚冒出些幼崖 他又在杂志里 找到新花样 于是他又要遵照新方法 和新榜样 重新翻掘 重新栽种 结果呢 菜浓重的黄瓜 终于成熟 他得到了钱财 百事如意 可是空论家呢 一根黄瓜也收不到